安波华语足球快讯 2022年12月31日 纽卡素列阵杀敌 周六深夜 英超友好戏上演 纽卡素主赢列斯联 中东经主入主球队之后 纽卡素的实力时限职的飞跃 他们经济表现越来越好 上轮大胜李斯特成之后 已经追平队史最长英超连胜记录 此番面对防守不闻且处于连败打击的列斯联 纽卡素延续胜机难度不大 自从中东经主去年收购球会以来 纽卡素可谓一步一个脚印 上季上下半季犹如两支球队 上半季还在降班区域里面 下半季就是联赛取分前列的球队 最终收获第11名收官 到了经济 喜鹊不断补强 他们希望继续向前进 虽然在开局曾遭遇过六轮不胜的尴尬 但球队迅速调整自己状态 在米基尔艾米朗和班努基马雷斯等人的带领下 纽卡素已经连续11轮联赛保持不败 而上轮三球大胜李斯特城之后 喜鹊更是喜赢联赛六联胜的夹击 状态一时无两 另外 纽卡素经济主场战斗力强劲 八个主场录的五胜三合 其间攻守兼备 得失球比位17比5 示意主场出击 纽卡素取胜问题不大 阵容方面 后卫保罗杜美特和中场庄组舒尔维等人因伤缺症 作为中下游球队 列斯连经济的目标依然是保足 15轮联赛战霸 他们录得四胜三合八负 即15分排在下游位置 而且只比降班区域高出寥寥几分而已 球队的位置并不安全 列斯连仍需抢下更多积分 不过这并不容易 列斯连境况不佳 上轮一比三不敌曼城之后 近三场正赛都输球 其间防守形同虚设 一共失了八球之多 另外 列斯连经济不善客战 七场客场只赢下一场 却输了五场 最近三次做客对阵牛卡素 意味长一胜 此番出征 列斯连的却难济厚望 阵容方面 中场阿智格雷和史超活达拉斯等人 因伤无法披甲 感谢你的收听 紧记关注我们的频道 还有要点赞哦 进行5场滴 debt煞 接着 最后四に膨马